你爸撞伤了一个人 他毁了一个人的人生 连顶替他的人都毁了 这件事的严重性 难道你也不知道 我知道我爸爸对不起他们 但是我们已经想办法再弥补了 也尽力地在照顾对方的家属 只要有日把影片交给我 这件事情就能平静地落幕 我不认为这件事该这样解决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他是我爸爸 我能不管他吗 你不需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揽在自己身上 你可以去劝你爸出来置身 最好有你说得这么轻松 今天如果是你爸爸出事 你会不管吗 我爸不会犯这种错 我还是劝你 叫你爸早点出来面对 也别忘了 你也是公众人物 一旦事情被揭发 连你也会受到牵连 所以我才叫你把影片交给我 跟我家人有关系的时候 你却提醒我是公众人物 张友年 我最不需要的 就是你这种两套标准的话 好 今天我算是看清了 十四年的感情 也就这样 你何解书没有拿回来 你下次再去找他 他翻脸不认人 再跟你酱个五百万怎么办 我千交代万交代 你一定要把何解书拿回来 才算落幕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把他给忘记了 爸 你今天害死一个人 你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自己有错吗 如果你没有喝酒开车 就不会撞到我妈妈的 王先生 如果你叫救护车 王先生就不用死 晋叔也不用替你顶罪 我跟妈也不需要替你做这么多肮脏事 你在跟谁说话 我是你爸 就是因为你是我爸 我没得选择 但是你刚刚说的是什么话 你一点点抱歉 一点点测语之心都没有吗 你要我跟妈情何以看 我没有在弥补吗 要钱我给他钱 不然还要怎么样 要我被抓去坐牢 才算有良心吗 你想想看 我出事了 我们家的事业怎么办 你的选举怎么办 你知不知道 党里面现在有多少人 想把你拉下来啊 我完了 我们家就毁了 好了 你不要再拿我当借口 如果我会变成这样 我宁可不选 蛋糕 习惠惠